他说的话很有味道 他认为2012是全人类 气握扬善 盖邪归正的大好契机 所有人应该端正心力 将世界引导到更好的走向 那这个里头只有十二个字 最重要的 气握扬善 盖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问题能解决 跟佛法讲的一样 佛法告诉我们 一切法重新享受 如果我们的念头 都捨棄一切不正的念头 错误的念头 回归到人离道的因果 跟宗教交流 这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呢 灾难是不正的念头 感应的 现在 基本粒子组成 那么这些基本粒子 听谁的话 它是听念头 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之间 实际上只有三样东西 物质 能量 和信息 也非常的难得 我们也很赞叹 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 就给我们说清楚了 阿赖耶师的三细像 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三个细 阿赖耶的业像 现在科学成为能量 阿赖耶的境界像 就是物质 阿赖耶的转向 就是信息 我比科学家说得更清晰 说得更广泛 更明白 那么物质跟精神 是一体 这个科学家还没有 证明宣布出来 物质里面有能量 能量里面有物质 也有信息 这三样东西 是一二三 三个